如今的陈小春有换发第二春了,当年的古户仔兄弟们,现在很多都转移事业搞幕后了,名气也没有当年那么响亮,毕竟娱乐圈就是这样,新陈代谢更新很快,但是小春今年很火啊,各种头条,据说现在的身价有提高了很多,不服不行啊,当年带小媳妇英采儿回农村老家,非常的接地气,这样的媳妇现在去哪找呢? 能够与村民们融合在一起,不服不行啊,两人年龄差距蛮大,但是性格很投缘,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吗?